第九場的時間 三班跑千二 這場是杯賽場合來的 我猜都會有些暴觸 熱門方面應該落在爆的聰明導彈 今天繼續在潘頓 而另外 紅雲大師 新聖馬應該都會是熱門來的 而前節馬方面 新力寶 另外 文武先鋒 連力複章都會跟前些 希望會有正常的暴觸 而首傳方面 駁了一隻 應該有分頭的沙烏馬追風者 這次他會搓大眼罩 而看回他在海外賽職裡 三場跑得好的時間 都會有眼罩的配備 而上一場的時間裡 他和這個聰明導彈都有份跑 好 待會就看看673這場賽事 而說回他之前 602 雖然當時我平 這隻追風者是賺了補充 因為前面的良才 美妙星 最後拍那些 是放得很快 而後面的一堅堅深追風者 那些是蓋上來賺的 最後拍再出 因為上了去1600 裡面跑 所以也會輸 但上一次的追風者 我覺得是有些進步 看回這場的673的時間 步速很慢 而勁有波幅 都可以在中外檔 蓋上來放頭 而守著在第二位那隻 就是出名導彈 留守在包尾 當時就排了一個外檔起步 就是追風者 當時也是夏禮賢 步速形勢很利前置 所以路路通 現在沿途三碟 回來都可以入到位 轉彎打一個追風者 打算克服步速形勢 結果被紅複日 再頂出外一碟 而上個星期我提供那隻 叫做線路勇區 就是回來挖中了魚勢 但如果相對用力來計 揹著重磅的追風者 其實彎位的一段 已經湧多了 而在旁邊的線路勇區 甚至大外檔的的外置寶 樂斑 都可以保持到入位 似乎這隻追風者 轉彎蝕了 因為揹著重磅 都很吃力 是沒有被你們拋掉 前面的聰明導彈 都可以說起來 這裏可能就是 輸了少少的氣量 被一隻超有波幅 被人拋掉 但其實上次的聰明導彈 那個位置已經很漂亮了 今次的追風者 排回內蕩 而有個下午的變數 兼幅率一定 比你的聰明導彈 會比較懶 上次的聰明導彈 比我看到 是跑得盡 而追風者 還有一些幻想空間 也有幅率搏 所以我排序的次序 一定是3號的追風者 先的聰明導彈 頭二選選完之後 聰明導彈 補充一點 都應該是正路 想贏 今次會不會改變策略 稍微留下 某一段會勁上來 因為這場的步速會較為有 但應該會很熱 看看前面的 那隻叫做 翠湖飛鷹 看看有沒有贏 贏完之後 這隻會更加熱 還是會拿出來配合 二手的馬 順耳寶 上次隔了九十幾天 復出 又脫掉了一雙鞋 賽前 我覺得功夫 不斷塌塌 看看賀賢 近期的馬 像神速寶 投完復出 其實都是先 跑一場 溫一溫 給一隻馬 是一個熱身 用一個正常的競賽速度 給一隻馬 去踏踏 看看賽職方面 去到上季尾 真的有些季尾的特階 味道 去到5月6日 在沙田 田草 1200位 1400位 和八路飛翔 精算風暴 那些是跑近的 去到谷草 排著內檔 贏馬 但這次 尋找李勁閣 我覺得雖然比較陌生 在近三百場 他們的合作 有一個第三 但我覺得這隻馬 要靠後勁 看看賀賢 是否特地尋找李勁閣 去發揮這隻馬 始終熱身完之後 第二局 在力上也是賺 所以 我放回配腳 另外四個號運大師 上一次 上一次 稍稍跟在前面 補足方面 正常 回來 都一直灌注到尾 因為旁邊那隻 勝利寬星 都是一些 挺前鬥的馬匹 而戴上 這隻 雙俊 3歲 都剛才用力 一場 能夠有個好座位 有個好座位 上一次 新力寶 鬥得挺用力 和那組的對手更弱 所以沒要到他 在第九場的時間內 選擇了3號追風者、8號出名導彈 10號信義寶和4號的雄雲大師